银杏果为全身是宝 我们了解银杏液提取物银杏黄酮 对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非常有效 银杏的果实叫做银杏果 又叫白果 那么它到底有什么功效和作用呢? 银杏果的功效与作用 1. 延缓衰老 由于银杏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黄素 胡萝卜素等 因此可以抗氧化 保护细胞的完整性 延缓衰老 2. 美容养颜 由于银杏果具有抗氧化作用 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含有的黄酮 可以阻止色素在真皮层的形成和沉着 达到美白和防止色斑之功效 其中的一些微量元素 也具有清除氧自由基和抑制黑色素等作用 而且能防止皱纹的产生 并且能改善皮肤的血液微循环 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 恢复皮肤的弹性和红润 3.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含有抗血小板活化因子 可以防止血液的凝积 改善血液循环 防止血栓的形成 黄酮则能扩张血管 消除自由基 防止动脉硬化 防止心肌梗塞等 并提高人体免疫力 4. 消灭杀菌 银杏果具有抗过敏作用 消炎杀菌功能 抗肿瘤作用 对生殖系统 消化系统 泌尿系统等 都有一定的作用 银杏果的实用方法 白果用实去壳 捣碎 减净杂质 生用 或蒸 煮熟以后用 白果熟食用以左扇 煮粥 煲汤 或做夏季清凉饮料等 取减净的白果 蒸熟 炒熟 或微熟 去壳 白果可吃部分是果仁 吃的方法很多 最简单的吃法 是起源于上海的炒白果 将洗净的白果袋壳 一起放在锅里炒 或将白果包在纸袋里 用微波炉里加热 待白果有爆裂声 即可食用 作为来窑中的拌料 白果要先去除骨质中重皮 除尽重皮的白果仁 可作烧鸡 烧鸭或者烧肉 碗蹄绑等菜肴的拌料 加入白果肉 可以消除肉的油腻感 使人食欲大增 起到调节胃口的作用 在菜肴中用作拌料的白果 以烧吃放入 因为白果的淀粉 易于糊化 在食材基本熟透 之后再放入白果 不仅可保持白果的香糯可口 还无中毒之后率 作为糕点中的重要拌料 白果仁用作糕点拌料 可以增加糕点的糯性和清香味 改善糕点的口感与味道 也能增加糕点的食用价值 作为重要的点心或防灾食品 白果本身具有的食疗效果 使得人们可以在品尝美食的同时 也得到一定的治病疗效 广东省有卖白果羹的习惯 清香可口的白果羹 不仅可以冲击 而且能够治病 深受人们喜爱 银杏果怎么去皮 银杏果是一种好东西 不仅能够滋补养生 还具有很高的美容和药用价值 因此 不少家庭都喜欢买这样的一种食物 但是 银杏果买回来之后 相信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困扰 白果的外皮有腐蚀性 不能直接拿手去包 那么 银杏果怎么去皮比较好呢 接下来骂王百克 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银杏果去皮的方法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泡水手搓法 水泡法将白果全部浸泡入水中 浸至半日为宜 可以手带乳胶手套 开始用手搓去皮 发酵法 将白果加入水后 放置在潮湿的地方 放置一个礼拜 春夏末秋初季节 后 同样是用手搓开始去皮 去皮时 同样还是需要戴手套 毕竟白果还是会有一定的毒性 最好再戴个口罩 减少刺激性气味 吸入口腔 水煮法 这种方法比较快捷 蒋白果放进冷水锅中开始加热 直到白果皮开始变烂 取出冷了以后 开始瘦手搓去皮 看出的 噢 蓝水水cn 为组